15. 太陽暴 血緣獲致食水勢牽薩常潮 2015年7月27日 港民A02食水含源影響健康心圓 食物及圈勒膚弊藍籍反人入首次表明 經專家分析後認為 居民血緣與食水含源初步同位數有接近趨向 評估出居民血液含源量超標 可能與它們在食水內接觸到的緣有關 兒童成長發展受原水影響變得遲緩 官員亦承認血緣及食水含源的關係 港府未來將面對一大堆集體訴訟撒常潮 大律師表示事件可以向政府撒常 但最適宜到兒童升學後 掌握較多數據支持 居民血緣及食水含源的關係 高永民作出席原電視節目後稱 有關血液含源與水含源的關係 專家早前也指出 每種元素也有不同的同位數 比較在血液外找到的緣 與食水中找到的緣在同位數分佈如何 若源頭一致 同位數分佈便較接近 在第一批302名居民血液檢測中 初步看得同位數有接近趨向 根據專家評估 當中40名居民血液含源量超標 或與接觸食水內的緣有關 圈缺P替首批血液含源超標的23名小酮 進行綜合發展評估 結果3名兒童發展較緩慢 高永文稱 這是一個綜合性評估 例如數越大的嬰兒 主要是評估肌肉張力是否足夠 六個越大是否可以坐好 是否可以抬起頭等 到約一歲開始 是否可學行路 稍後便會測試在社交環認知方面的功能 整個評估是持續的 將繼續跟進中招三同他子該三名小酮的發展相對於同齡兒童的發展指標較慢 會由評估中心繼續跟進 其他小酮則於母嬰健康院跟進 若評估發現有懷疑 會轉介至綜合發展評估中心 甚至由公立醫院而科治理 至於體內攝入完後 血緣水平超標與智力發展的關係 高永文說 不相信在科學上能獲出一條線 若高於這條線 智力發展便一定與原有關或無關 若醫會人員覺得有方法可幫助他們追回發展 也會向家長提供適當建議 例如提供多些觀感上刺激 多些與他們談話 多些機會活動等 中文大學以科學系教授韓錦倫清 發展遲緩分為社交 聖閣、肌肉發展等 遺傳及環境因素均有影響 父母多花時間與兒童溝通 換傻 有助刺激他們言語 聖閣及社交發展 至於肌肉發展 他說 如果一歲都未能暫立 物理治療師可安排訓練 指導家長教子女多運動 他強調 智力評估要待兒童5至7歲時進行財準確 躺兒童血緣含量子輕微高出正常水平 家長或要考慮會否涉及遺傳等其他因素 掌大後殺常理據更強大律師陸偉雄稱 兒童發展受飲用原水影響致力 可向當局殺常 但現時未到最合適時後 待兒童入學後 接受學校評估取得進一步數據後 殺常理據更加強烈 至於殺常金額 他指一般是以普通人平均收入計算 及要進一步證據之詞